黎明的灰光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中找到信仰的启航 当我翻开圣经 马太福音的第一篇章节 心中涌现出一种深深的敬畏感 在平凡的家谱中 我仿佛能触摸到那些奠定信仰基石的手 他们一生的记载嵌入着圣洁文本中 就如同他们的名字润染进人类的救赎历史里 一个接一个的名字 有的熟悉有的陌生 每个都承载着神的旨意和应许的递进 我读到亚伯拉罕道大卫这段历史长河 是信仰传承的壮阔杰作 让人不能忽视其中包含的上帝与人之间不变的契约 每一个时代的转折 每一个世系的连接 无不提醒着我那永远的盟约 是何等的坚定与可靠 跋山涉水 血脉相连 直至那承载了无限希望的名字亮线 耶稣基督 此时 所有家谱中的心酸喜乐都会成赞歌 是马太用如此朴实无华的语言 将我们的目光牢牢锚定在了那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我们就是主的诞生 马太细致的记录 玛利亚由圣灵感应生下耶稣这段神迹 无疑为世人喧嚣的心灵插上了宁静的翅膀 那平凡与非凡的交汇 既是神圣史诗的精妙描述 也是每个寻找希望之人无尽深思的起点 在这一章中 我看到了对信念的考验 约瑟面临的选择充满了人性的犹豫和神圣的指引 然而 最终爱与信任胜过了怀疑与恐惧 夫妻二人的信仰之行充满了互信与服从 为接受神性的恩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的灵魂在净读着文字时 似乎也追随着马太的笔触经历了一个沉静内省和关于信仰的方向 一个在当下这个纷扰时代非常需要的默想 反思完这融入血脉传承的圣洁诞生 我把思绪和心声化成了祷告 良善之主啊 请让那份信仰的力量兼顾在我的生命中 正如你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对于信仰其实天章的神奇显现 那给予了我前行在灵性之旅上无尽光明和引导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您在众多世代之前就安排了您的计划 应许给我们拯救 当我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 我被你选择在一个普通家庭中 派遣救世主的方式所深深感动 在耶稣基督的名字里 这个家谱成为了希望和慈爱的流传 你选择来到我们中间 作为人的形象 体验我们所有的喜悦与苦难 求你赐给我信心 像约瑟和玛利亚一样顺服和承担 就算在未知和困惑中 也不放松对您不辩爱的信任 也请你使我成为您话语中的一个见证者 在遇到生命讨厌之时 能紧紧握住这信仰的毛 我请求 民用圣灵来更新我的心 正如当初儿童耶稣第一次在地上呼吸时 一样神圣且充满爱 请你引领我 让我的生命 也可以成为米光辉和荣耀的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第一章经文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魏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亚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从塔玛世生法勒斯和谢拉 法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生撒门 撒门从喇河世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世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魏王 大魏从乌利亚的妻子生索罗门 索罗门生罗伯安 罗伯安生亚比亚 亚比亚生亚撒 亚撒生约沙法 约沙法生约兰 约兰生乌西亚 乌西亚生约坦 约坦生亚哈斯 亚哈斯生西西加 西西加生玛拿西 玛拿西生亚门 亚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 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迁到巴比伦之后 耶哥尼亚生撒拉铁 撒拉铁生索罗巴伯 索罗巴伯生亚比玉 亚比玉生以利亚境 以利亚境生亚索 亚索生撒都 撒都生亚金 亚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生马旦 马旦生亚各 亚各生约瑟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 从亚伯拉罕到大魏 共有十四代 从大魏到千至巴比伦的时候 也有十四代 从千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 又有十四代 耶稣基督降生的是 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 想暗暗地把他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 说大魏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是成就 是要应验主及先知所说的话 说 必有童女 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 以玛内利 约瑟醒了 起来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